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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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晚安 你明天或早晨 星期日 香港的觀眾應該在 22日的 早上 看到這一節 英國和 英國的觀眾 應該是11點到晚上 如果是德國的觀眾 就身邊是12點 因為第二日是星期日 如果是美加的觀眾 應該是下午 我這一節 首先我不想說時事 時事我當然很多事情要跟 例如英國很多事情 英國的政情 我都要跟阿富汗的問題 那些 但是有一個問題 我想這個 這個我叫做放假 對我來說今天是放假的 我一次過回答 我免得再打一謀 我亦都講明我的態度 有一部分 擺明居馬是 屬於 這個城邦系統 反對打疫苗的人 我在臉書中 我是說了他們出去的 我是毫不由異的 這件事 我是一個身體力 勤真是支持打疫苗的人 我想我支持打疫苗 這件事 我估計我 很早 我自己打疫苗 即是接受 做Ducidot市政府安排打疫苗 這件事 我更早 真的 我是Mondera 和BioNTech的 投資者 以前 如果我說說 我可以增金百能 投資買疫苗股 甚至 現時我的投資組合裡 仍然有 Esser Seneca和 輝瑞瑞那間公司 你就知道我的態度 是很清楚的 我知道自己在打什麼 我知道自己在投資什麼 OK 我打疫苗 第二次的時候 有一個 AFD 的人派那些 反疫苗傳單 我連口罩都不戴 我是當場 我是馬上 叫Polysai過來的 當然他走得很快 他知道我很明顯是那些 pro疫苗那些人 他很明顯感覺到我的氣場 我要解釋一下 為什麼要打疫苗 即是 疫苗不是一次過 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方法 但如果你是希望 需要用到ICU的病人 能夠得到公平的待遇 以及希望盡快得到 恢復回正常生活 疫苗是無可避免的 而FDA 即是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 即食物及藥物管理局 如果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就打算正式給FORMAL APPROVAL 那個BioNTech的疫苗 即是香港大家所知道的佛必泰 我想這件事 很多東西很清楚明確 其實疫苗的安全 並不是好像大家說得這麼誇張 首先我為何拿回這張 這張漫畫是很經典的 我想很多人讀西史的時候 應該看過這個漫畫 這個漫畫就是 很明顯說這個漫畫的人 是當時的一個反疫苗人士 即是他覺得就是 為何要種些牛豆 你見到手臂出現牛在那裡 為何要種些牛豆在那裡去防天花 即是他覺得那件事是神經的 那時候很多人反疫苗 即是那時候他要打疫苗 那時候他要好的艱辛 和現在打疫苗沒有什麼分別 我告訴你 人類沒有什麼進步過 但是 即是你想想 這個漫畫是 很早很早的反疫苗人士 那些 但是你想想 今天還有沒有天花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坐在鏡頭面前 那個我 我是差不多是香港最後一批 打天花疫苗的人 是的 我香港最後一批打中牛豆的人 因為我是 一出生過1978年 我跟著1979年中牛豆的 我是最後一批 我是 即是有時 有些人說笑 如果真的有人用天花搞恐 有沒有襲擊 可能剩下 就像我這一代人 才會 才會 倖存 即是觸摸 即是觸摸 那份多的時間很長 但是 如果當時不試疫苗 這件事 我可以說 你沒有可能滅絕天花 更加沒有可能滅絕 這個小兒麻痺症 你更加沒有 小兒麻痺症 如果不是 在非洲有那些博科聖地 那些 那些蠻毛回教徒 左頭左細 其實博科聖地 那班就是 伊斯蘭國那些 那些蠢才 如果不是這樣 我告訴你 小兒麻痺症 一早消失了 你想想 小兒麻痺症的疫苗 又是很爭議性的 最初 小兒麻痺症 第一代的疫苗 又是很多問題 甚至是打出事 後來 有兩種疫苗 一種是吃的 口服的 它是少數有口服的 一種是打進去的 最初的疫苗 那種疫苗 有很多問題 但後來發現 一打那種疫苗 它改良之後 可以 兩種疫苗 一齊 譬如你說 多價疫苗 已經開始用了 疫苗 不會100%有效 我們就算打卡戒疫苗 都知道 卡戒疫苗 都不是100%有效的 但是 問題就是 只要大部分人打了疫苗 至少 令到傳播減少不止 最重要的是 現在有重症的人 大部分都沒有打過疫苗 就是現在要用ICU 要吸氧氣 那些 打疫苗的人 需要ICU和氧氣少很多 但是這個理由 已經足夠正確的 打疫苗有餘 你想 你計一條數就明白 如果你因爲 你那些人不防疫 不打疫苗 你 因爲你那些人不打疫苗 你令到 這個ICU被擁有 其他要用ICU的病人 Is this fair Can you tell me ICU ICU的資源只有這麼多 氧氣機也是有這麼多 我告訴你 但是 因爲你那些人有自私 就變相殺其他病人 我不知道是什麼 道理 我說的 很簡單 如果他真的 我打這麼大規模 打這麼多人 那些負責人 是很少的 可能 因爲你疫苗總有少少負責 因爲人 對他 你就算 小兒麻痺 天花 那些疫苗 都有這個問題 都有少少問題 是有一點點 就是一點點 但是 如果你能夠 大大減輕醫院的需求 那件事就很值得 就像小兒麻痺症 因為以前有幾多人 因爲小兒麻痺症 變相殺人士 那個社會成本多高 現在你一劑 我給你吃一個荒唐 我小時候給你吃一個荒唐 你防止小兒麻痺症 大大減輕 那些 閉手閉腳的情況 差多遠 我還沒計 那些 因為小兒麻痺症 枉死的那些人 我還沒計 所以 我一直以來 我對反疫苗人士 我不單止對城邦那些人 之前有一個人 叫湯禎少數人父母 我正是因為 反疫苗問題 我正是我說 你們說這些不負責任的 我就連面子都反了 我在疫苗這個問題上很硬正 我很硬正 我這麼愛意的 又西都大 一貫以來 就是由我知道 疫苗這件事的歷史 開始到 現在 我都覺得 這件事 只要 我看完學報 我看學報的東西是合作的 他說 我會去 是這麼簡單 是的 我今天打完 我昨天打完第二劑 Mondera 但是 我整個下午好像被人打到一生 但我明白 疫苗的原理是什麼 疫苗那件事 或者用我這樣說 疫苗是一個軍事演習 你的免疫系統 如果你經過一個軍事演習 訓練過 原來的東西是這樣對付的 你真的中招的時候 第一 你經過軍事演習 你中招的機會低很多 在低40% 低50% 這個是真的 好了 你跟著 你現在 你40% 50% 你低了 都不僅 跟著 如果 你能夠 甚至就是 令到 有個軍事演習 就算中 病症 輕很多 不用入ICU 可能最多的病症 最多就是幾天不上班 這件事已經很值得了 其實這個軍事演習 我用這個軍事演習 最多就是 我給你一個疫苗 德國打針就是這樣 如果你氣有老闆 你帶一張 病假紙 他簽給 他直接 你 那些病假紙有表格 那是德國的 因為那些 被捐回保險公司 你給一張病假紙表格 給市政府的人員 他簽了 跟著 你拿回去 去我家就可以了 你因為 你打疫苗 你要拿多久 你可能拿兩天 可能拿三天 視乎你的身體狀況 這個可以的 沒有問題 是這樣的 如果你說反疫苗 我說 香港我是有少許理解的 反疫苗這件事 如果純粹是 就雜事肺炎這個疫苗 因為香港只能夠打 要麼是復必泰 要麼是科興 變相無法選擇 因為沒有人打科興 不打科興 我不是政治偏見 其實 習氏肺炎這個病毒這麼毒 是令到迫使 為什麼歐美 將腺病毒和mRNA 使你這些 在本來對抗癌症 這麼整尖的技術 用在對抗病毒 原因是因為太毒 如果你要滅活疫苗 都隨時 免疫反應過大 失了控 出了事 而且不一定有好的效果 所以才用mRNA 這條腺病毒 所以我覺得 中國 逼人打科興 在香港 完全立心不良 就是這個原因 這一次 我可以說 mRNA 和腺病毒 兩者 如果能夠解決 如果這次的證實 是普遍安全的話 我可以說 之後 大部分疫苗 都不會再是滅活疫苗 滅活疫苗 所造成的很多問題 很多的疑問 可以得到解決 所以那些問題 疑問 其實真的 不太大 我告訴你 你那些 因為要做滅活疫苗 要做那些助劑 那些助劑 那些助劑 可能那些化學成分 有些問題 就是那些就變成 給素人父母 湯徵兆那些 這樣的利用 湯徵兆 我是怎樣要罵他 因為他是在香港 開這個 反疫苗先河的人 我這次說 打疫苗的問題 也不是只針對 集市肺炎 是總體上 由每一種疫苗 我都是這樣看的 有些人說 我集市肺炎的疫苗 疫苗都不夠多 喂大哥 BioNTech那個 他已經試了很多次 他基本上過了第一期 過了第二期 其實在統計學上 他那個 那些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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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 大規模給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他一定可以改善到 這件事 是這麼簡單的 亦都證實 其實 你說 BioNTech是否真的 那麼多問題 當然 打疫苗的時候 怎樣去安排 那些事情 很多是有得 針著的 譬如 是否應該要找醫生 去怎樣 去跟你打 因為如果有些 有問題 例如心臟病 那些真的不適合打 醫生去做判斷 可能他做初步的檢查 之後發現 你真的不要打 他會簽一張紙 說這個人不適合打 豁免很多的 需要疫苗 就當作他打了疫苗 你要化驗 你要驗一次 那些就可以 日後那些 很多出入地方 都要打疫苗 但如果這些人 他可以豁免你 他可以做到的 其實那些 因為那些佔很少數的人 那些佔可能 0.5%都不夠 你是合不合理 香港那些低戀 香港那些 我明白 但你說 如果你在西方國家 針對西方國家的人 為甚麼不打 如果你在使用了 譬如說 譬如疫苗副作用 我 其實我是拿了 醫生的提示很多 那個疫苗副作用 其實好像我現在 我下週 即是怎樣 不做事 即是放屁 晚上我已經有人去拍攝 其實是吃足夠的蛋白質 令到 因為大家對mRNA的疫苗 預理不夠清楚 因為它是給一些 類似一些 基因片 即是一些 Message RNA 它可能 其實類似被一個 模型進入了身體裡 然後它看到 模型 就會觸發它 去產生抗體 其實是這樣 你觸發它 產生抗體的時候 因為雜視肺炎 這麼強悍的一種病毒 那你就算一個模型 它引發的反應是強的 那它就需要你很多的蛋白質 很多的維他命 很多的水分 這些東西 很多Energy 所以為什麼 譬如我維他命 我給自己雙倍分量 或者我吃很多 但是我吃很多 壽司魚生 那些 去令到自己的蛋白質的水平提高 是這樣的 就是 你用這些例子 你有明白 我覺得整件事是 那些反疫苗人士最 是荒誕的 而且反疫苗人士最 荒誕的地方是 你有沒有給大家一個 科學證明的 你給大家 適合的 適合 適合 蒼征少 這個人被我罵到 飛氣的時候 和他反面的時候 其中一個質疑就是 你那些適合 不是適合 來的 例如小兒麻痺症 你那些適合 那些 你還有什麼 你有得 你兒子 尺蛾的 暴露 在那個 小兒麻痺症的病毒 那個空氣之中 這是瘋狂的 真是瘋狂的 全是瘋狂的 我真是不明白 好像現在那些 反疫苗的人士 反雜事肺炎 疫苗的人士 不戴口罩 不洗手 你跟我說 要不打疫苗 那你想怎樣 那些人說 我就是瘋狂的 那些人 就是瘋狂的 我很好實說 這份流行性感冒 都應該打疫苗 流行性感冒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死很多人 基本上 針對流行性感冒 防治的工作 是做得不夠好的 你問我 會不會以後 流行性感冒 可能都是用mRNA的做法 或者甚至是大規模注射疫苗 這種做法 我告訴你 我贊成的 甚至應該這樣做 因為那些特別好人家 你中一下流行性感冒 隨時一命污符 很多 所以 你或者流行性感冒 注重病的 你的醫療成本 誰給 很多事情 如果可以用疫苗解決問題 就應該用疫苗解決問題 現在很多所謂恐懼疫苗的人 是基於無知的 跟這個流鬥出現的年代 那是一樣的 這個是很不幸的 而且mRNA疫苗也好 沒有腺病毒也好 其實它是給滅活疫苗安全的 因為它沒有那些 它不需要那些助劑 那些是安全很多的事情 所以 亦都是因為它不需要助劑 所以它最初搞的那些 那些雪藏那些 才這麼麻煩 那些 這麼大 你為什麼要混疫苗 搞得很驚天動地 那些 雪櫃周圍都不夠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它本來 它的設計 就是 就是為了 它已經回應了 那些反疫苗 XY 靠差儀式 的一些關鍵 去改善 最後 那些人沒有 沒有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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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 講完一些古靈精怪的事情 當然是神經病的 我覺得 所以為什麼 我疫苗這個立場上 我是很強硬的 而且我決定 投資 疫苗公司那時候 我是看完學部 我看完資料 我覺得那件事情 是合作的 我才去的 我不是傻子 但是呢 很多那些 跟城邦的那些 就是 世事都被我看透了 XYZ 我真的覺得 我覺得其實 Facebook 是對反疫苗 人事的言論 是不夠強硬的 這個是 有為公眾健康的 一種做法來的 我覺得 當然 香港的情況很不幸 因為 林鄭月娥不負責任 逼你打科興的 但是如果在西方國家 正常的西方國家 如果還有人作出這樣的討論 我真的覺得不好意思 我覺得其實應該 是要想辦法制止這些討論 這不是現在的自由 我可以說 發表Y的戲是有限度的 如果發表Y的戲會有損公眾衛生的話 那件事是有限度的 我一直以來都看不到 反疫苗人士給一個很說服力的 科學的證據告訴我 這些疫苗是有毒的 我真的不好意思 所以為什麼我這一集是這麼特別的 我可以說 我是一個身體力行 我認為打疫苗 我在Facebook也說得很清楚 這是公民責任 就是你覺得就算搶劑打疫苗 不對也好 我不強制 但是你的公民責任在哪裡 我想問 公民責任不是對政府負責任 公民責任是對你其他社區的Member 特別是弱勢負責任 你有沒有這些人 我真的覺得有點啞 所以我為什麼對熱狗這種人 我是極度反感的 我覺得有一個原因 熱狗就是一群不學無術 以為自己很聰明 然後亂吹就以為自己主對 還要說別人亂吹那一刻才厲害 我覺得公眾是有一個很清晰的立場 就是 你見到熱狗的什麼披衝 衛星披衝的 例如作者 Bio Science 全部禁止 不要看那些垃圾 亦都要舉報那些垃圾 你發表反疫苗研究 就要舉報那些垃圾 這個很清楚 我告訴你Facebook 我看到那些垃圾 我見一個說一個 我不會客氣 這件事 亦都不會妥協 對於香港的人來說 我就會覺得 你不打科興 我也贊成 但如果你不打復必泰 我就覺得 你就唯有忍受就是 要戴口罩 要洗手 頻密洗手 這些防疫措施 長期活動 你要接受 不然香港沒有那麼多ICU 給你 香港特別是醫護人員 開始離開 因為被林鄭月娥報徵 累到離開的時候 香港沒有 我現在擔心 是香港ICU合資格的 醫護人員越少了 那時候 就很嚴重 你記住 ICU的醫護人員 不是隨便訓練出來的 這一集 老實說 我不求收視 我也擺明居馬 我這一集 只有一個目的 擺明居馬 表明我的態度 我不是那些 怎樣 支持疫苗 不打疫苗的朋友 我也不是 我支持疫苗 我投資不得 我還會打 這個就是我 就是這麼簡單 我覺得 當然香港就是怎樣 我只是說不行 所以香港 所以如果你有外國居留權的人 你去外國打 就不要在香港打 你真的信不過復必泰的話 去外國打 都沒有辦法 林鄭月娥 這個賣港賊 這班熱狗 我覺得 反疫苗言論後面的目的 我一直都有懷疑 究竟哪些人會付錢 我就想知道 後面那些人是哪些人 又不像是藥廠 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國政府在後面 做了什麼 我覺得其實要徹查 這些反疫苗人士的言論 和後面的金主是什麼 哪些人是發表的議員 是一定要查出來的 這些 這簡直是人類健康的一大威脅 我只能說 我一節就講到這圖 明天就恢復正常 我預計 我應該都沒有問題的 明天 但是這一集 我已經不太輕鬆 這集 沒辦法 這麼多無知之人 我真的覺得 我少覺得這些事情 足夠了 那我先講到這裡 先